地方媽媽表示 哎呦你肌肉練這麼大以後不練了一定會垂下來變很胖 這位蔡同學下次你再遇到類似的問題 你就回答他 哎呀 你都不訓練 你不用變老 你已經下垂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Guy 過了一個年大事變得更穩重啦 不過我覺得現在過年好像比較沒有像以前這麼有年味 我還記得以前走在路上 都會有人跟你打招呼拜年 那到處都是新年歌 鞭炮聲 噼啪的好熱鬧啊 反觀現在走在路上會跟你拜年的 要嘛是發傳單的 找你寫問卷的 不然就是百貨公司手服踢口 要找你試用化妝品的 在此 謝謝所有在連接期間祝我新年快樂的朋友們 很開心這一路以來有你們大家的陪伴 今天特別挑出一些我覺得很有趣的 以及一些我覺得你們可能會覺得很有趣的留言 來跟大家做分享 想請問老師重訓到底是一組練到力竭 再以個人狀況進行下一組 還是以一組分次數再進行 看過許多健身教學好像有利有利 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 有研究指出訓練總量才是你進步的首要因素 第一組就把自己超到力竭 會導致你之後的訓練次數逐漸遞減 影響訓練品質 但這不代表你就不用把自己訓練到力竭 假設你今天做五組二頭彎舉好了 我會建議你前三組可以用保留次數的方式做到接近力竭 可能三組十下 那剩下兩組你就可以把自己練到力竭 蓋伊究竟幾歲啊 居然還有人在下面幫我留言他38歲了 我今年27歲年底滿28 看起來應該沒有像38歲吧 請問該怎麼訓練才能越做越重 其實像我們練到後期啊 重量卡在一個地方 到達了一個撞牆期 重量遲遲無法往上進步 開始研究各種課表更換訓練菜單 就為了讓三項的成績再多那麼 5公斤10公斤的 但我想你真正需要的答案是 不斷修正你的姿勢 堅持不懈的訓練 吃好睡飽 就這麼簡單 感覺在健身房訓練時有點尷尬 不知道別人會不會想 這麼差勁還在這裡練 健身房本來就是提供給 想讓自己體態變得更好 身體變得更健康的人來使用的 不論你指的差勁是身材不夠好 還是不會使用這些器材 我想這都不是問題 只要你來健身房是努力 想讓自己變得更好 我相信大家看在眼裡 對你都是尊敬的 真正讓我們感到差勁的 絕對不是那些身材不夠好 或是不會使用器材的人 而是那些沒有禮貌啊 用完器材不歸位 滑手機 或是使用器材後不擦汗的那些人 我們才會真的覺得 這麼差勁還在這裡練 我見到有其他人推薦 例如練背的那天 加上二頭肌一起練 但我自己發現練背多少會用到二頭 練完背後 練二頭有點力不從心 你有什麼看法呢? 誰說練背一定要配二頭呢? 很多老手都會有自己的訓練菜單 並不一定永遠都是 胸配三頭 背配二頭 肩配腿 如果你覺得練完背 再來練二頭有點力不從心的感覺 那你可以試著 練胸那天練二頭 或是單獨把手臂拆出來一天訓練 找到一個你覺得最能發揮你力量的訓練方式 你好蓋伊 因為我是一個新手 由於時間太繁忙 而沒時間去買肌肉等的食物 所以我想要問問 能不能每天只吃乳清蛋白 補充蛋白質等等的呢? 不建議 不肌品畢竟它只是一個替代方案 雖然不得不說 不肌品它是一個很便利的存在 但是它永遠沒有辦法取代正餐 嗨蓋 你平時都不喝飲料嗎? 還是你的飲食怎麼分配? 我當然也會喝飲料 也會喝手療 尤其台灣的珍珠奶茶又這麼好喝 但是你必須要知道你自己的底線在哪裡 想請問蓋伊 新手開始訓練機械式三個月了 這樣子長期都用機械式訓練 會不會有什麼缺點? 自由重量沒人帶 不太敢碰 不會有什麼缺點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訓練自由重量的優點非常多 請問如果不幸受傷了 而不能鍛鍊 有什麼方法有效減少本來肌肉的流失嗎? 攝取足夠的蛋白質 胺基酸以及熱量 請問肩關節活動度不夠 造成手腕壓力太大 該怎麼改善? 就靠訓練打開肩胛的活動度啊 沒有健身基礎 是不是一定需要請教練? 不一定 但請到一位專業的健身教練 可以安全有效率的幫助你達到目標 但前提還是 你得靠你自己的努力 蓋伊的影片真的超好笑 轉型成搞笑YouTuber好了 我不搞笑 蓋伊除了乳清 基酸之類的補給品 是不是還會喝些奇怪的東西啊? 薄合棒 想請問蓋伊的身高體重? 172 80 營養師的顏值爆表耶 真想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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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Constitution 下面竟然還有人留言 想把你推倒了 脫掉你的褲子 你如果有辦法推倒它的話 好不好 健身房有限制歲數嗎? 看每間健身房的規定 通常會限制16歲以下 你好 我是健身新手 想請問吃乳清蛋白 是可以去健身房再吃還是天天吃? 乳清蛋白等於方便的蛋白質來源 不論你有沒有重訓 每天都應該要摄取足夠的蛋白質 你不一定每天都要吃乳清蛋白 但你要盡量让自己每天的蛋白质摄取足够 你是众多健身YouTuber里面很让人感到活力的一位 影片有质感 外形很健康 声音 本红量 铺梗够低级 内容真实在 铺梗够低级 阿咯 盖一 想请问你 抽烟真的影响肌肉成长很严重吗 能不能拍一部关于想增肌肥大不能做的禁忌 抽烟确实会让你的训练品质下降 想请问一下盖一 使用的影片后置软体 以及拍摄器材分别是什么 我目前使用的剪接软体是EDS 使用的摄影器材是Sony的A72跟2470镜头 以及Sony原厂的机头麦 请问盖爷会在训练中加入大RM训练吗 我也是想朝见美方向走 但是不知道该不该在训练中加入大RM训练 我一定会做大重量的训练 如果手臂的肉少就练不大吗 你不是肉少而是细 多吃多动练出它 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 你可能误会了长肌肉这件事 想问一下性生活对男性的影响 是对训练有帮助还是说要尽量避免 顺其自然就好 主要还是你的心态要健康 超爱你的声音哈哈哈 Yeah baby 盖爷的脸型蠻像John Cena 型有像 你好不知道盖爷有没有在做徒手训练呢 是否能拍影片教学 有但是不多 推荐你去看CobraCamp的影片 很棒 请问盖爷有IG可以追踪吗 有各位 赶快IG搜寻建人盖爷 里面有很多好兴奋 好兴奋的内容 不说了赶快追踪 可以空腹喝乳清蛋白吗 可以啊 但还是有一些过敏体质的人 空腹喝乳清会拉肚子 不过一般人 空腹喝乳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请问盖爷做完深蹲 还会做其他腿部训练吗 会 小腿 腿后都会训练 请问盖爷是专练高杯杠 还是高和低的都会练 我主要是练高杯杠 低杯杠也会练 但很少 我想问一下一个肌肉 要练多少种不同的姿势会比较好 大约多少组会比较好 我每次练都会拿八种不同的姿势练 然后做五组八到十二次 一个肌肉八种不同姿势做五组 那你一个肌肉训练总共四十组啊 通常一次训练大鸡群大概会有三到四个动作 小鸡群大约二到三个动作 每个动作目的不同 组数也会有所差异 八个动作 您的发片是我持续进步的动力 你们大家的支持也是我持续发片的动力 该以你的形象勒 你的包袱和精词勒 连披塔哥都怪怪你 到底是哪招啊啊啊啊 你误会了怪的一直都只有披塔哥哥而已 他超怪 吃寿喜燥的时候一直要我把肉吃完 请问您穿的深蹲鞋想买双鞋链深蹲 我目前是穿REBUCK的举重鞋做深蹲 为什么连个料理都能有那么多梗 我快笑翻了 有够豆你不出来当鞋心太浪费了 这不是出来了吗 如果只有每天200下伏地挺身 加160下仰卧起坐这样够吗 我一组50下总觉得训练量不够 我比较在意的是你这个训练方式是 自己摸索出来的 还是参考了什么 首先肌肉需要充分的休息才会长得好 如果你每天都练相同的肌训 那效果不会好 再来你一组训练做50下 代表这个重量对你来说太轻了 就算你不断的训练 增肌效果以及肌肥大效果都是很有限的 所以增加负重 延长休息时间是你目前应该做的 好的以上就是我挑选出来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留言 以及一些我觉得你们可能会觉得很有趣的留言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的留言我都会看 虽然不一定每一则都会回复 毕竟有一些留言并不是我能用三言两语来做解答的 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这类型的QA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留个言告诉我会很开心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 我是金人该一我们下次见 拜拜